歡迎收看今天的阿拉所有典禮 我是雅雅 我是漢娜 我們我愛偶像小編又親自上陣 沒錯 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聊一下就是韓劇 然後最近有很多新生的女演員 好像討論度都很高 最仔細的就是李太元 因為不只自己原本來追 後面做新聞也在看 所以就是我現在已經聽到聲音就知道是哪一集了 多美吧 多美 當初其實一開始是 因為補曲君才去看的 結果素不知一進去 直接 直接打進去 因為很少有偶像劇女主角會這樣打人家巴掌 那我就會覺得可能每個人心裡都有一種反骨的 反骨的心態在 那秀雅你覺得她的個性 秀雅差點講出不好的話 其實她做的事情也不能說她不對 因為就是跟很多現代的人 其實在做的現實一樣 因為就是 就是如果你要做現實層面的 現實層面去考量的話 她也是要過她的生活 對 我覺得補曲君在裡面講了一句很重要的話 就是你只是愛你自己而已 對 我覺得蠻厲害的 剛剛有講到就是靖多美 其實她是不是演過很多很厲害的戲 對我是後來去查 我有第一次看到她的時候覺得她長得很像 有的人都說這個 我那時候跟我們說她來演戲喔 然後後來發現不是她是 她是一個叫金多美的演員 然後我那時候看她就覺得 她好像有點眼熟 但是又說不出來在哪裡看過 然後我就上網查 然後發現她是有演過電影魔女 她就是裡面演那個魔法少女的那個女生 李太元裡面除了秀雅跟以瑞兩個人 就是討論度很高之外 還有那個演變性人廚師的李周應 她那時候因為她 她在裡面不是就是也是因為上了電視 然後討論度很高 然後她那一集播出之後 她在現實生活中討論度也很高 她女裝超正 對 我那時候第一次看到我覺得最驚豔的就是 她在夜店的時候 她轉過來的時候我嚇歪欸 就真的是很美的女演員 應該是說因為她平常大部分也是以短髮造型現身 對 然後在劇中也是像這樣子 對 她一開始現身就是這樣 小男孩的感覺 但是她在夜店那一瞬間真的是超正 我後來發現 因為我就一直想說 那時候看到她也覺得她很眼熟 然後我後來去查 所以她不是第一部戲 她不是 她之前有演那個 舉重妖精 她是演那個李勝金的朋友 對 就那個很帥很霸氣的那個 所以她其實都演一些霸氣的角色 因為我覺得應該是導演都看中就是她這個 其實我覺得要有辦法把頭髮整個尖短的女生 通常臉就是要長得很漂亮 對 不然真的沒辦法這樣剪 因為妳五官會完全提醒 我最近熱愛一個妹妹 誰 鄭之曉 這個 演辦法的 我那時候看到預告我真的是 下歪 就是 多敢看 她其實前陣子不是有一部韓國很紅很紅的電影 叫做 裡面不是有個富家 富家女 富家千金 就是她 就是演那個就是接受 就是客外輔導 想教的那個女生 真假的 而且她也是 雖然是同型出身的 我覺得她最厲害的地方是像 梨泰院Class裡面是有很多年輕的女演員 小孩 男生 比如說18的那個男主角這樣子 但是棒法裡面全部都是資深演員 都是前輩 比如說大家知道的就是請回答系列的爸爸 陳東藝 然後還有演素緣 電影素緣的那個女主角 演製緣 所以她等於她是一個1999年的小孩 然後在一個大前輩的圈內 跟大前輩裡面然後棒法別人 對 她是棒法前輩 對 是棒法前輩 所以我覺得就是她 應該是說她在 啊 想不要的話嗎 已經過三秒了 我想說你都還在 你是在棒法我嗎 沒有 她就是 因為她的個性是有點就是 木納的小孩 然後想要報仇 所以她其實都是眼神在說法 然後她就是演了一個就是 像這樣的表情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哇她眼睛都是戲 所以我最近最愛的妹妹是她 因為我自己是看 就是看戲會主要是看演員 啊 嗯 就是演員可能如果是idol 我可能就會 是我喜歡idol 我就去看 那或者是像我會喜歡這個女生的演技 我可能就是為了她 再可怕我都會看完 啊 嗯 那你看劇的時候 會就是專注什麼 演員啊 演技 演員一定是最重要的一點 因為真的 我一開始看 李太元也是 我也不確定去看的 對 演員一定是大家第一個會點贏 再來就是可能她的劇情劇本 就可能大家就是 像李太元後來紅也是因為她的劇本寫得很好 因為她就是跟一般的偶像劇不一樣 走的路線不一樣 所以才會引起大家的共度 嗯 但我覺得最重要還是演員的演技 我覺得演技本身 因為其實 長得很漂亮的 藝人很多 但是真正會演戲的 又沒有 那麼 那麼 多 一般是說就是演技很漂亮 嗯 外表很漂亮的人 會讓你第一眼就是想看這部戲 對 但是你要追完真的就是演技很重要 如果很尷尬你真的就會秒關 你最近是不是還有在追 對 我以前陣子有在看如實成書 但也不是我自己要看 就是我們要寫個專輯 然後我點開嚇死你 我那個剛剛預告我就不敢再看了 超可怕 你知道嗎 因為如實成書是OCN的 所以你本來對OCN就有一個想像就是 嗯 它一定很可怕 驚悚片超強 是什麼VOICE啊 對 然後是什麼洗衣機這種 它已經顛覆了 嗯 它第一集是沒有殺人犯 它是一堆屍體 然後掉起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我那時候有看到那個我立馬切掉 我覺得太噁心了 超噁 然後最可怕的事情是 因為秀英在裡面演的角色是 它有瞬間記憶的能力 就是它可以記得就是 那個人被殺前一秒或是前 可能被殺的過程這樣子 這樣會跟她講說 你再看仔細一點的時候 我想說不要再看仔細了 它都要崩潰了 它都要崩潰了 因為你也會看到 對 因為它看到仔細就是等於我要看仔細 所以我就覺得秀英在裡面 就是大家都知道少女時代的秀英 因為她是有特異功能的人 可是她又是新人 所以她的肢體會表現出她真的就是 看到那些東西會緊張 我覺得她這部戲 她的演技進步很多 就是跟這件比 雖然她之前也有演過 就是可能律師或之類的 但我覺得她演警察這個 她這一次的那種眼神 是你真的從她眼神就有看出 就是她內心的可能恐懼或什麼 從她眼神就有看出來 所以我覺得她這一部 就是演技整個大要求 大家就是可能上面像棒法跟 就是陳初都是比較沉重的 然後可能迪泰院就是比較熱血的 這個醫生生活呢 如果大家有看過就是監獄那一篇的話 大家就大概知道他們的風格是什麼 然後這個女演員 大家可能不知道她是誰 天美肚 她在裡面是演一個 陳菁外科的教授 副教授 然後她就是你知道高學歷 所以她最大的優點 最大的缺點就是沒有缺點 我 等這種角色 然後她裡面是飾演一個 很想要當主唱的Face手 但她是個音師 在劇中 她的人設這麼跳透 但是你知道她本人本質是什麼 她不是音樂劇演員 對她本質是音樂劇演員 所以我覺得就是演技最好的就是 你要叫一個 唱歌很準的人 去唱非常不準 大家真的可以看第一集 我覺得第一集就蠻好笑的 真的假的 而且如果大家是請回答系列的就是 熱衷粉絲的話 她第一集應該會看得蠻開心的 所以她風格很像 很像 跟是輕快的 就是你看完會覺得 我看完第一集的感想是 我覺得醫護人員很辛苦 可是她會用一個比較輕鬆的方式去帶這些過程 那你還有看什麼 就是除了 因為離太院也結束啦 我最近 我最近有在追的是 大家知道金太熙吧 很久 哈囉 掰掰 我是鬼媽媽 我那時候其實只是 一開始看這一部 我其實沒有看到說金太熙要回來演這一部 然後我是只是那時候 然後離太院 你知道 你看完 看完這一集 她會推薦就是一個新片 然後她就跳上 我想說 這個人長得好像金太熙 然後我就看到旁邊的剪接 她就寫金太熙 我想 好 反正我現在也沒事 然後我點進去看 所以我是一點進去 就出不來 就出不來 而且她雖然就是 講的都是比較親情 因為我其實沒有很愛看那種親情 因為就是會哭 所以我就沒有很愛看 可是她的步調算是蠻壞 她每一集都有把她的事情交代完 然後在每一集的最後 會很機車的 給你一個哭點 對 我真心推大家 看這部 不要到外面看 你一定要這家看 因為你絕對會哭到爆 真的假的 真的 我這家看真的是 會被突如其來的一個 可能一個她女兒講的話 或是什麼 就是直接哭爆 是很簡單的一句台詞 就會打動你 對 除了醫生之外 我還有看那個 朱志勳跟鄭惠秀妍的辯護人 就是富豪辯護人 她 就像離開院會講一件很熱血的 台詞會讓你覺得充滿了希望 然後辯護人她就會 比如說女主角就說 你以為現在 就是你以為 連續劇都很狗血嗎 那你會覺得 性質生活是比連續劇 都狗血一百倍嗎 你就看到說 對 然後就這樣看完了 就看完了 所以我推薦大家看那個辯護人 以上就是今天的 阿拉手2.0 如果想看我們討論什麼話題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喔 那當然也不要忘記 訂閱我愛偶像的頻道 還有開小鈴鐺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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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嗎 我剛剛訓練了 我沒有訓練嗎 嗨 嗨 我們要TXTD